玩车它是分流派的 不同国家的制造商制造的车 肯定是不一样的风格 既然是玩车 当然是昂贵和高档的车 那怎么算高档车 就是它有没有豪华级的轿车 你用这把尺子一衡量 就能卡掉很多品牌 剩下的好像 直接或间接的 基本都是德系的车了 所以你要是一开这些豪华车 其实你开的都是同样的 德国风格的车 那你要想开一个 不是德国风格的豪华轿车 大概只剩下这一个选择 日系的雷格萨斯LS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这是我第三次试驾雷格萨斯的这一代LS 中期改款 我把它拿到手 专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深度试驾 之前在我们上海的影棚里 我拍过这车的静态 那时候不能提供试驾 这次它已经上我牌照了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深度一点的试驾的体验 这一代雷格萨斯LS放在所有的豪华轿车里边去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它反而是最有设计感 最脱俗的一款车型 因为其他的那些车 无论它是什么品牌 反映什么样的特色 但是它骨子里都是德系车 它来自于相同的文化体系 而LS雷格萨斯 它来自于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文化体系 而这一届的雷格萨斯LS 它是历史上最自信的 最直截了当的去彰显自身风格的一代设计 它车身的立体感特别强 那这辆车我觉得更漂亮的角度是你从侧面看 你从正侧面看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重心特别低 而且它特别流畅 动感极其的强烈 有一种自门叫跑的感觉 车尾相当短 它的车尾是十分运动化的 后半部车身看起来就是一个GT跑车的造型 那在户外欣赏这辆车的时候 它的这种流动的感觉 就是很容易让你想到毛笔字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就是它这车尾后边的这个电镀条 非常明显的毛笔的笔触所拉出来的锋芒 这个造型特别东方 就是你一看它这个电镀条 你就能想起日本神社门口的那牌楼 我为什么说这辆车它很自信呢 就是有这样的文化底蕴 能够在汽车的设计上 把它很自然的表达出来 并让人看到之后 自然而然的能够去联想到 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设计了 国内所销售的LS车型 全部都只有一种动力 就是混合动力 3.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再配上电机 实现的混合动力系统 但是这混合动力 和咱们国产的那些 其他风田系列的车型的混合动力 包括雷塔自己的 那些前驱车的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纵制发动机后驱车 它里面的解决方案 要有很大程度的改变才行 首先它是有一个真实的 纵制的变速箱的 然后它又把它的ECVT 和纵制的变速箱 结合在一起的 模拟出了10档的自动变速箱 因为它是混合动力 所以我觉得在空间上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一个主要的例子 就是它的后备箱 容积比较小 特别浅 这后备箱 而且近身也很短 盖板下边也没有什么空间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 12伏的正常的车载电池 是放在后备箱正中间的 这就是来提供一个更平衡的车辆的重量分配 但是设计挺独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它的最后尾的这地方 一看就是针对他们用的高尔夫球包来安排的空间 整体我感觉实用性是不差的 虽然它的绝对容积可能没有那么大 除了行李舱的空间以外 当然你看到这个造型 能直接联想到车内空间肯定不是特别大 因为它车顶压得很低 那我们把车门打开之后 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进去 它是带躺椅的 当你启动了躺椅的模式之后 它首先就会把前座推到最前方 而且把头枕收起来 这种状态它不太影响前面的驾驶员看后视镜 但是后边的主位上的这位乘客 他的腿部空间是非常大的 刚才你觉着有点委屈的还是顶部 就是这车顶它因为压得比较低 所以离头比较近 头部会比较局促 有一解决方法就是你调整一下坐姿 它这个座椅有三种一见到位的模式 一种是这种躺椅模式 还一种是比较倾斜的模式 这就有点像在家里半躺着的这种感觉 那头部的空间就出来了 完全做成躺椅之后 你发现还是受限制 就是我这身高做成躺椅正合适 脚底刚好贴到前座的靠背上 那如果要是再高一点的人 这腿就得传着 纵向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 这台车它在国内的销售不是特别旺 人们对它的评论很少 就是很多这种豪华车的用户 到店以后坐到车里边的后座上面一体验 感觉不到这种宽大空间 因此上就退缩了 去选择其他的传统德系品牌去 但是其实这LS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被忽视了 就是它是所有豪华轿车里 最适合自己开的一台车 为什么呢 开起来说 在试驾之前说个闲篇 这是顶配的行政版 所以那些手工装饰 雷克萨斯RS特意宣传的东西都在这车上 这就是所谓的贺语折布 纯手工折出来的 能折这种东西的人 也不是一般的汽车公司里边车间里那些工匠 是艺术家 所以这玩意儿就显得很珍贵 然后这就是它的所谓的灵光切子 其实就是刻花玻璃 但是各种各样的玻璃的刻花方式 把它集成在一起设计出来的图案 设计这个灵光切子的 也是一个玻璃的工艺家 就显示出来这款雷萨斯LS 它的这种东方文化特色 雷萨斯LS这个系列的车箱 前所未有的一代车型 那之前的车都是循规导居的 老老实实的那种三项车 而且只强调安静和舒适 但是现在这个车型就是 把操控驾驶的这部分的短板给补齐了 它倒不是说它的极限性能有多强 那这发动机呢 299马力 配上电动机呢 整个合并的功率有359马力 0到100加速5秒4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悬挂调校呢 仍然是保证着雷克萨斯那种 极其舒适的这个水准 在空气悬挂上 它也没说有什么更特殊的 像德系喜欢强调的 什么三腔式的空气悬挂等等 但是它呢就是我这空气悬挂 可以调节一下车身的高低 然后自适应减身剂 比较常规 但是调校的功力确实高 很会处理那些细碎的颠簸 那它在舒适和静音这两者上 仍然是标杆式的车型 但是在这基础之上 它又能实现啊 真正是很卓越的操控感 为什么说它这操控感很卓越呢 就是它这么舒适的悬挂 不可能特别硬 不可能受得很紧 你要把它放到经济模式 悬挂是特别软的状态 在山路上行驶的时候 我同事说 你这车在弯道里边 那侧挺特别大 我们觉得这车就完全就是 斜着在开呢 可是我开车的时候感觉不到离心力 而且坐着人很正 一点不会说大幅度的倾斜 和它座椅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这座椅没有特别明显的 侧向的统形的支撑 但是它座椅的 坐垫下步的垂直向 向上的支撑做得非常好 就是当你在弯道上边入弯的时候 外侧的坐垫 给人提供的向上的支撑非常有效 所以就使你的身体保持了一个垂直 然后你身体就感受不到 那种特别明显的惯性 被化解掉了 还有一个我感觉可能 还是和它底盘的设置有关系 就是你更靠近中轴 车身外侧怎么侧挺 你人在轴的这个位置上 侧挺的角度和幅度就会缩小了 那你受的这种惯性力也就不大 所以人家会觉得身上特轻松 然后你会觉得这车走弯吧 走得特准 即使在舒适摸摸一下 全挂很软的情况下 它都有很直接的那种转向的响应 而且这车很有特点 就是它特舒适 但是它的悬挂系统和方向盘 脚踏板 它又能够把你所需要的路面的反馈 都很忠实的传递给你 但是你不想要的过多的影响你舒适性 你又没有 所以让你整个的驾驶你会特别满意 操控你的愉悦感特别强 雷克萨斯LS可以说是豪华轿车里边 一个非常典型的运动感的豪华轿车 虽然它在中国提供的动力总成 不是高性能的那个版本 而是更节能的混合动力版 但是我觉得这也足够了 它这种混合动力呢 是动制发动机的 那跟它那横制发动机只靠ECVT来 完整的把发动机和电动机进行一个协调 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动力很大 所以它还是要通过一个变速箱 来传递发动机的动力 再加上一个ECVT去协调 变速箱出来的动力和电动机的动力 这中间它就各了一个传统的自动变速箱 整个协调起来的时候 你经常会发现反应慢的这个问题 尤其是你放在经济模式上开的时候 偶尔突然会需要深一点油门 来个短距离加速 明显的一个反应的迟滞 你得根据你驾驶的场景 去选择适当的驾驶的模式 一旦你放在经济模式 你会发现 你就必须得用经济模式的行为去驾驶 转向不要太急 然后油门不要踩的太猛 你想比较动感的去驾驶这车 你就必须得选运动模式 你要在山路上跑 我发现最佳模式是运动增强模式 要用SPOT PLUS模式 主要原因就是把变速箱让它兴奋起来 在你入弯的时候 它有智能化的换挡的配合 进入弯道的时候 你深踩刹车 它就给你降挡 当你进入弯道 然后保持油门 出弯的时候加油 它动力都是非常连贯的 就不会再有间断和刻板了 这车还是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就是假如你入弯的时候 你没踩刹车 那它就不给你降挡 虽然速度在减低 它还是保持尽量能够忍受的最高的一个档位 节油的这种逻辑干扰了这个动感 因为这车它在很多情况下 在山路上开的时候 它入弯不需要踩刹车 它有一种回收动能的减速 它就比一般的燃油车 在入弯的时候 它的减速更快 动力总成的制动效果更好 它就更少的会需要你踩刹刹车 所以你要想在山路上真的运动着猛开 那你就得真的开得很快 然后使它的车速达到你入弯的时候 必须得踩刹车减速的这种程度 这样它的变速箱才配合你 否则它变速箱不给你降挡 这我觉得在变速箱的逻辑上 要是稍作修正 也许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改善 以前风田车型 在智能价值辅助这一块 一直显得比较落伍 雷克萨斯也是 没有什么只是炫耀的东西 但是这一代车型 它一举反超了 雷克萨斯的LS 在中期改款之后 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 配备激光雷达的量产车 只不过在国内没上市卖 它也没宣传 现在很多新势力的 要配激光雷达的电动车 还没有车 他们开始嚷嚷 我们要配激光雷达 然后就自己说自己是第一个配激光雷达的 其实更不是 真正配了激光雷达的真正量产车型 是雷克萨斯的LS 它有两个激光雷达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国内可能法规的原因 还有应用上边 还是有一定的障碍 进口到国内来的 雷克萨斯LS上是没有激光雷达的 虽然没有 但是就这一点上 也足以让我们虚众心上 得到一点点的满足 它的驾驶辅助系统 叫Teammate 就是队友驾驶辅助系统 雷克萨斯考虑的是绝对的安全 那它就一定要对驾驶者 先是提供辅助 只有真正确保万无一失的时候 它才会把那种真正的 能够代替你的功能来加进去 尽管它有激光雷达 它还是要保证绝对的安全 在高速公路上 用这个智能驾驶辅助 我发现它那个车道居中 保持的效果非常好 平时显示器还特大 信息显示放得很开 所以特轻重 然后它还带AR增强辅助 AR增强辅助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一般情况下 是在你遇到某种危险提示的时候 它那个增强辅助才出现 比方说你掉头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大黄的箭头 来指示你掉头那个方向 然后当你前方有可能发生碰撞 它就会提示你的时候 或者你倒车的时候 后边有可能发生碰撞 提示的时候 提示都很及时 甚至就是如果后边 它觉得你往后倒车有危险 它甚至不让你倒 你踩油门车都不走 自动把刹车锁住 但这车我觉得就是显得特老 一地方就是 它没有无线充电 它有百度Car Live 但是它的应用力 它没有Car Play 导航听不懂中国话 设导航呢 有几种方法 可以用手写设 它手写的识别能力还是挺强的 还有就是你干脆就用它的呼叫中心 跟它说我要去哪儿 然后它把导航目的地给你设好 发过来 这些功能的过去都早就有了 也很方便 只不过呢 让你觉着有点老派了 我们试驾的这个LS 它是顶配的行政版 所以它座椅是独立的 而且它这后座呢 是带躺椅设置的 中间它也可以坐人 其实坐垫挺柔软的 靠边这也挺软的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扶手 我们把这个扶手放下来之后 跟前面的中央扶手 就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中央通道 所有的控制都在后边的一块屏幕上 空调啊 座椅啊 等等 各种各样的控制啊 通风加热全都有 马克莱文森的音响啊 23个扬声器 头顶上这有两个 前排座 头顶上还有马克莱文森的扬声器 这车对音响的重视程度是极高的 这个地方就是豪华车的一个传统标志啊 就是化妆镜啊 这辆车它的发动机的隔音做的不是特别下力气啊 也就是说当那发动机转度特别高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容易听见发动机声音的 作为乘客啊 它在排气管这部分的声音还是挺大的 行驶起来我觉得它的平稳感特别好 虽然它也是空气弹簧 调校的非常的柔和 但是这车的运动啊 是非常整体的 它不是像船一样 随着路面总是在不停的晃 稳定度非常不错 但是它又不是说收得很紧很硬的感觉 你就觉得你车底特别厚 而且很安静 也没有什么声音 但是你会听到一些风声 以及透仓和轮胎胎造的声音还是比前脏多一点 雷萨斯LS 我觉得它有三美 一个是设计之美 一个是驾驭之美 一个是公益之美 但是这三者全部都得是每一个人 依着自己的感性去体验 它很难量化 所以啊 这一代的LS就不可能达到第一代LS那样 对德系的这些豪华轿车 提出那种灵魂拷问似的挑战了 让我感觉呢 它反而是更成熟的 更有文化内涵的 同时呢 也决定了 它可能是更加小众的 这也许就是它值得珍惜的地方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T车帮只为爱车的你